10月8日,云南景谷县永平镇中心的街道上车来车往 景谷地震后不到20小时,这个小镇就恢复了晚日的喧嚣 8日中午,记者在永平镇中心的永平大集贸市场看到 大批的商贩正在这里摆摊做买卖 蔬菜、水果、肉类、熟食、百货等一应俱全 前来采购的人络绎不绝 逮作大捷刀的秀卖米线已有十多年的时间 平常他都是8点左右在集贸市场摆摊 由于受地震影响,他今天出摊的时间推迟到了11点 计划卖出去的200斤米线不一会儿就全部卖光 价格与挣钱没有什么差别 在就是5块钱一公斤 一公斤平时呢 平时也是差不多都一样 都一样 像今天人多的话就可以像平常来说 说要比较要涨价一点点的 今天都没有就是做炒卖 熟食摊钱 李嘉华正瞒着给客人切肉 他告诉记者 地震后大部分人不敢回家做饭 前来吃饭的人特别多 原本计划卖到下午的米线米干等不到中午就全部卖光 只剩下部分卤肉 他表示虽然时刻增加了 但价格却没有变化 年近六旬的廖顺平来自重庆 在永平经营百货超市也有14年 地震时超市里的货架倾倒 部分瓶装货物跌落损毁 准时超过2000元人民币 但八日一早 他就开门营业 将店里的物品低价出售 为灾区尽一份力 商贩们表示 集贸市场上的蔬菜大多是自己种植的 夏秋季节正是蔬菜上市的时候 供应充足 价格不会出现较大的波动 会保持物价平稳